OK 這次要來分享一下就如畫面上所呈現的就是我買了RX470 藍寶礦卡 好消息是 壞消息是什麼 又怎麼清潔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啦 故事是這樣子開始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9月15不能再挖了嘛 那我想說可不可以去撿起上便宜的礦卡來以後留著備用或玩遊戲也可以 所以我就找了RX470 然後呢我們就看一下 這些價格 OK 1500 1500 1800 2900 blah blah blah等等的 好那就選定了 藍寶470來做這次的測試 好那我們看一下好消息是什麼呢 好消息就是那工作正常 我拿回來的時候因為很髒 那個那個礦泥啊掉了一大堆 那測試挖礦還可以到30 壞消息啊就是 這個卡真的好像是在煤礦地去工作啊 那我們來看影片吧 好的那這是一張 我買掛的礦卡OK 那這邊我當初測的時候啊就是 有一個風扇他不轉然後我 TURN了幾次呢就是他還是不轉那最後呢就是溫度到的時候他就轉了 我不曉得是卡到還是怎樣的就是說 其實買 買二手礦卡就是有一定的風險 那還好我這次買的那個礦卡都正常我買三張 那其實我買過來也是沒有什麼用途啊就是留著備用吧 以後有機會的話就拿出來用 那 礦卡呢 雖然他的測試我測試了一下就是他的算力都正常可以達到30左右 但是他的外觀啊就是非常的恐怖大家看一下 OK 好 把它 RUNIN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灰塵吧OK 好 然後再看一下他那 這些全部都是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他的 裡面啊 內部的狀況 外面的話 其實 滲油也不是很嚴重 OK 那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開始 準備 清潔 挑戰這個任務吧 OK 安保 RX470 礦卡清潔 好 好旁邊 那 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拿一拿去這個 灰塵都掉下來 首先呢你要準備一個刷子 最好是靜電刷沒有的話就一般牙刷吧 OK 第二個呢 是洗板水 可以的話用這種瓶子裝沒有的話你就裝到那個一般的那種 酒精瓶 那你就用噴的吧 OK 第3 的話你需要 氣球 這種 氣球跟薑 他有時候也蠻好用的就是 可以幫你 去除一些多餘的水分啊或水質 或是說除塵也可以用 再來 第 C23 OK第4個是 好第4個是 當然你一定要這個螺絲起子嘛 不然你猜不了 好 那第5個是 我們移到一下 第5個是這個 準備一個 準備一個盒子 那你這邊就是撿一些 碎布啊 最好是無塵布 然後呢 你還有這個 棉花棒 那 還有牙青 咦牙青做什麼用呢 很好用 等一下就跟你講 他要搭配一個東西使用 好我去拿一下 OK 出現了 他要搭配這個雙面膠使用 聰明的你想到怎麼用了嗎 非常的好用是我最近才發現怎麼使用的 好那我們 工具準備齊全的我們就開始來拆吧 那拆的時候呢我會建議你 拿個東西 找一個盒子 這種不要的盒子 你隨便找或其他盒子 你在拆的時候啊記住 OK 拆的時候要記住 把這個螺絲 拆下的螺絲 全部放到盒子裡面 然後 就把它鎖起來 有時候啊 你一不小心啊 就轉個身 你這個螺絲 你掉到地上 你找不到啊 你知道嗎 這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好 那我們開始拆吧 那為什麼要戴手套呢 因為 順便可以擦一下手嘛 如果太髒的話 好我們就來開啞 剛才這個是沒拆過的 我們開始拆 好 先把這個小盒子 你開 你開 還有一顆 螺絲都拆下來了 趕快放到螺絲裡面來 然後呢 鎖起來 鎖起來 因為這樣很重要 如果你掉下去的話 沒有一顆螺絲會不見 都在裡面 好 擺著 好 那 哎 等一下 你開啞 你看 OK 實打實的灰塵 OK 其實這個 聽這個我還好 我比較 怕的是那個 PC版上面的灰塵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難清 那就是剛剛說那個工具啊 那發尾的妙用 等一下就跟你講 好 我們把它 索小 趕快把它拆掉 OK 操你看 這灰塵啊 我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可以連這個都基成這個樣子 OK 這裡這裡這裡 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我的天啊 好 我把它拆掉吧 那拆這個connector有一個小小的 技巧就是用手啊 就左右搖擺左右搖擺 他就很輕鬆的拆下來了 千萬不要暴力喔 你暴力的話 可能會把這個connector拆壞 OK拆下來了 好 OK拆下來了 嚇死人了 尤其你看這邊 超級恐怖的 繼續拆這個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桌面 哎呀 這個 這個怎麼拆啊 就很簡單啊 OK 看一下 我曉得這樣子你還敢不敢買 買呢 那其實他 我覺得 還蠻便宜的啦 那清潔這個就是 忍耐一點吧 就買一些 PCB洗板水啊 然後把這個灰塵清掉 剛剛介紹的 那個PCB洗板水 俗稱ISO PAR1 OK 這一個 無層布 就是插手機那一種布啊 那我們做法就 我查你看我都還沒做就 就 摸 剛剛摸到沾上去的吧 那我們要做的動作就是 這邊 有這個布 那如果說 你有 這個的話 是最好的 你就這樣往下壓 然後那水 洗板水就會 滲上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拿這塊布 下來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能用這種酒精瓶啦 就是噴噴噴噴噴 OK 那 重點來了 我們要這樣刷 不要直接乾刷 乾刷 也OK啦 我們最好是用這個刷 你就 我們就這樣刷 朝同一個方向這樣刷出去 好嗎 再用一個方向 OK 那我稍微有一點距離 我們看一下 那這塊很髒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繼續用 因為它就這麼髒 有差嗎 有差嗎 超級無敵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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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ew moments later OK 那經過反覆的幾次刷洗 動作呢 就是 稍微乾淨了一點 但基本上還沒完成 所以我們會重複 這幾個步驟 一直到它很乾淨為止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 這個電源 這個電源上面那個 Connector OK 對焦一下這裡 我都很懷疑啊 這種東西怎麼還可以 正常運作 因為 這些灰塵啊 久了之後它會沾水機 又可能會導致短路 所以呢 買到礦卡的人 一定要想辦法去清潔你的這個礦卡 雖然我買回來的時候測試啊 那算力完全都正常好嗎 那 那也不代表就是說 以後它都會一直正常下去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好了 那我就繼續刷吧 OK那這個它應該清過是還好 OK 那如果你不想這樣刷的話 還有一個工具 就是 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OK W40這個 精密電器 精密電器清潔劑 這個也是灰發很快 你噴下去 有時候會蠻乾淨的 那有些問題還是清不到 還是我們需要 介入牙刷跟刷面膠的功能 那像這個Connector 你記得要清喔 好那我們來清卡那個 好接下來WD40清潔劑上漲 我們這樣刷快了一些 OK 我們用那個洗板水也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懶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示範給各位看 那記得啊你下面要放一個盆子喔 因為它會噴 那個 清潔劑會噴出來 喔不好裝 手套拿掉 好我們就這樣子 好的那基本上呢 我們這一塊卡已經清潔了 基本上算差不多可以了 OK 你看 OK 這是剛剛 用的 PCB而已喔 光那個PCB就這麼髒 OK OK 基本上 那些尼購 金屬的部分另外處理 那 電子零件上面都已經算蠻乾淨的 那 等一下 等一下就要跟各位示範一下 那個 那個什麼 喔 雙敏膠跟牙籤的作用在哪裡 OK 這個可能角度很難拍喔 換個角度好了 可以 OK看到了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裡 這裡 牙籤值的這個地方 我可以再近一點 OK OK 我們要牙籤啊 這個部分啊 牙籤就是我要去包覆那個 你看這上面雖然是無層部 可是當然是很多棉絮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牙籤 那這個棉絮等一下我們氣 氣球噴一噴 也許先噴一噴 那 不見了就OK 那如果還在的話 我們就要利用這個牙籤 用這個牙籤 然後去 刷面膠 這時候啊那個 氣球啊 那個刷子都刷不到那個零件 BG的下面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利用一個牙籤 然後這個牙籤呢 就 刷面膠粘住它 OK 然後就滾一下 對焦 好 夠了 撕起來 刷面膠先黏到別的地方 好 這時候啊我們要處理這一種 就是那個 灰塵啊卡在那個 零件下方這個部分就很好 非常的好用喔 你看一下 你看啊 我這樣刷過去 這個保證不見 有沒有看到不見了 而且它下面非常的乾淨 對不對 有沒有比較 這一個我剛刷過跟沒刷過的 就有差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顆啊 一樣也是有棉絮在上面 好喔 雙面膠 給你看 看到沒有 毛屑都不見了 那即使有的話你就再刷一次 有沒有看到全部被帶走了 好看到這個視頻你就賺到了 因為呢 因為這個是我清潔了非常多錢啊 之後 想到了 真的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好 那 等一下呢 我就去 水洗一下 eSync 那我建議這塊板子 因為我們噴的比較多的 雖然這個是 很容易乾 那 可能兩三小時就好 那通常我的動作呢 就是 我外在這個 BGA剛剛噴過的地方 我用這個吹風機 大概吹一下 大概一分鐘 這幾排 這8個12345678 大概都吹一分鐘 然後最好的話 我們是隔夜才去做組裝 組裝 好那我繼續去清我的 HeSync 整個清完之後呢 我再來拍給各位看 然後做組裝 測試 好 再來就是 定了 我們這邊 很空不夠快 可以 可以 等到玩家 別太認識 那 其實這個風扇也是很難清啊 會成太多了 你可以過去用敲燃比較快 OK真的 OK 好啦 這個礦 這個礦卡 大概花了我約 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清潔 有夠久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成果吧 OK基本上來打個燈 OK基本上算是蠻乾淨的 好嗎 OK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HeSync 好 也是清得蠻乾淨的 你看都透空了 OK 原本那個灰塵是 看不到那個下面墊子 OK 全部都透空了 好那我們來組裝啦 OK 然後這個 散熱膏買一般的就可以了 那塗不用塗太多喔 我像我旁邊 也沒有全部把它清掉 因為 我覺得 這樣就可以了 擠一點 OK 差不多這樣子亮就可以了 那這個不順我的手勢 Alright 通常我會這樣放 我會把這個放下面 因為這個蓋過來的時候可以對這四個孔 好那我們把它 對一下 翻過來 這樣就對了 123 123 123 透析一下 這個鎖GPU的四個孔 如果中心點 對過來 喔 看到了看到了 有 這四個孔 可是這樣蓋不下去 所以 所以必須 那個設計的方式讓我 好吧 那我覺得這樣子就好 把它提起來就可以了 OK Perfect 我們這樣提起來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可以先鎖這裡 然後再鎖 這個風扇的部分 那就看你怎麼鎖啦 我會先鎖GPU的部分 那我還記得我們的盒子吧 OK 很重要的是這個盒子 很快 我們 一直連鎖 接 OK 看這時候我們是鎖GPU的 我們先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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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關關 OK 好 手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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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清潔後的狀況 終於清完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機後的灰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測試啦 OK OK 螢幕出現了 好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有沒有抓到GPU 如果有抓到GPU的話 就是正常 那就 其實礦卡要買也是可以的 就是 你要有時間 然後呢 願意去清潔這一張礦卡 那麼 它的殘餘價值 我認為還是蠻大的 那其實買礦卡 你要先跟 你的買家做一個溝通 喔 GPU有抓到OK 就是說 請它抓一個測試螢幕給你看 那我們也不曉得說 它會不會欺騙你 那 那你最好是在那個 蝦皮上面做購買 畢竟它會留下買家的資料 那可能會比較 出爭議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你可以留下畫面 OK 好 正常 正常 那我們來看一下 CPU的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我沒有讓它挖礦啦 因為我不打算挖礦 我就說一個 測出動作效 要挖也可以啊 那 等一下 我看一下 OK 它的那個 核心溫度是37 然後 FAM是67 RPM是2560 看一下 因為沒有在挖礦 OK 因為我沒有接上網路 我來看一下 我把它換另外一個Core 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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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哦